大家好 在夏季的时候呢 我们养这个君子兰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光照问题 在夏季一定不能够给这个君子兰强光暴晒 一旦强光暴晒就特别容易导致它的叶片出现灼斑 灼斑之后再被一些细菌侵害的话 就会大面积的出现这个斑点的现象了 第二个 在夏季养君子兰呢 不能够给它浇太多的水 如果这个盆土里面的水分过多 那么君子兰呢 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浪根的出现了 浪根或者是坐机腐烂这些问题都会一一出现 那么在夏季给君子兰浇水呢 就是要均循一个健干健湿 盆土不干的时候 谢季不要给它浇水 盆土干完了之后再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第三个 在夏季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给它做一次消刷工作 在夏季君子兰特别容易出现这个 因为细菌感染而引起的根细腐烂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 每隔一个月左右就要往它的花盆里面 浇一次杀菌消毒剂 能够把盆土里面的细菌刷灭就可以了 用这个二霉灵就行了 把它和清水兑稀释之后往花盆里面浇 一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第四个 不能够在夏季给君子兰使用过多的化合性肥料 在现在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肥料都最好不要给它再使用了 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切断所有的养分供应 让它好好的度下 好好的休眠就可以了 在夏季养君子兰呢 这四点呢 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如果其中有一点不及格 那么就特别容易导致君子兰在夏季挂掉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